大家好,我是大池 茄子是夏天餐桌上的常见蔬菜 含有丰富的上食纤维和维生素 茄子有很多好吃的做法 有红烧茄子、鱼香茄子、肉末茄子、油炸茄子等 今天我们用茄子来做一道好吃的蒜蓉蒸茄子 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茄子皮中的花青素含量很高 有很强的抗氧化性 可延缓细胞衰老 因此茄子皮千万不要去掉了 首先把茄子的两头切掉不要 然后切成五厘米左右的长段 接着切成长条 茄子切开后 接触空气就会氧化变黑 所以动作要快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碗茄子上 撒上平时炒茄子两倍的食盐量 用手将盐均匀地涂抹于茄子表面 这样做 一是为了阻断茄子和空气的接触 二是为了杀出茄子里的水分 使茄子更加入味 最后盖上一个碟子 让茄子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将大蒜拍扁 大蒜拍一拍 香味更浓郁 然后改刀切成蒜末 尽量切小一点 这样蒜香味可以更好的释放出来 而且蒜末也可以更好的附着在茄子表面 切好后放入碗中 几个小米辣切成小圈圈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少翻一点 或者换成不辣的甜椒 切好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几根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拿一个漂亮的小碗 加入一勺盐 一小勺鸡精 一小勺白糖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将料汁搅拌均匀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这时候茄子也腌制好了 往茄子中加入足量的清水 用手将茄子表面的盐分洗掉 然后控干水分 放入另一个大碗中 再次把茄子再清洗一遍 洗掉多余的盐分 然后将茄子挤干水分 放入一个大碗中 将茄子都平铺开 这样茄子就会受热更加均匀 接着起锅烧水 水开后把茄子放进去蒸 蒸出来的茄子营养物质 不会流失 盖上盖子 中火蒸十分钟 时间到了后 打开盖子 将茄子用夹子取出来 茄子稍微放凉后 用筷子把茄子夹到 另一个碗中装盘 摆出自己喜欢的形状 尽量摆成让每块茄子 都能淋上酱汁 摆好后先放一旁 接下来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蒜末和小米辣 将蒜末和小米辣炒香 炒出蒜香味 炒出辣味 然后加入调好的料汁 把料汁翻炒至溶解 汤汁沸腾后就可以关火了 接着把炒好的汤汁 均匀地淋在茄子上 尽量让每一块茄子 都能沾上汤汁 这个汤汁就是蒜蓉茄子的灵魂了 最后再撒上点葱花 美味集成 软软糯糯的茄子 沾满着香辣的汤汁 一口下去真的比肉还好吃 这样一碗蒜蓉蒸茄子上桌 家里的米饭又要遭殃了 好了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屏幕前的你可以给个小红星 鼓励一下吗 感谢支持 茄子不管怎么做都好吃 尤其是这道蒜蓉茄子 不仅步骤超级简单 成本实惠 而且还特别的好吃下饭 你也赶快动手做起来吧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转发 评论和关注哟 点开我的头像 还有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